传元老借七一躺平抗议,习近平试图恢复党主席党内被俘 普京摆明态度不能和北京绑在一根绳上 中共核实武力攻台,美军最高将领这样预测 核武库将翻一番,中共急速和扩军意图何在? 经济风雨飘摇,中共出众权干预市场 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6月17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万维独报,我是Terry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敢在中共二十大前 想借中共建党百年之机 为自己塑造与毛泽东比肩的权威地备 但据日本媒体披露,习近平早在上届中共党代会上 就曾提出恢复党主席的想法,却没有成功 目前尚不清楚习近平该如何在明年打破 七上八下的潜规则 对他来说,或许顺利渡国七一才是当下的首要问题 据日清亚洲17日报道 作为中共百年大庆的重头戏 上海将在七一前举行中共一大纪念馆开馆仪式 该馆最引人瞩目的一项安排就是 将习近平的照片放在出毛泽东外最显眼的地方 共有12张习近平的照片被展出 相对而言,邓小平只有4张,江泽民与胡锦涛各有3张 这凸显习羽毛对中共的重要性相似 可能也为其在中共二十大上恢复党主席制度铺路 不过,日经亚洲评论在最新的报道中说 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 王岐山就因为七上八下年龄门槛退了下来 转任国家副主席 当时中共内部曾讨论过恢复党主席的想法 但是没有成功 目前尚不清楚习近平能否在明年二十大上实现野心 不过对习近平来说 如何顺利渡过七一或许是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 17日,美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联潮 转发了一则国内传来的小道消息说 习近平引发普遍不满 于是中共百年大庆遭党内老同志躺平抵制 此消息的真实性目前无法证实 不过,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网 早前在预告七一天安门进驻活动时 确实曾放风称 这次庆典,江泽民、胡锦涛等人也有可能不出席 报道给出的理由是 外界预计习近平将在这次活动上发表时长 可达一小时二十分钟的狡化 北京时值夏季 这对江泽民等人来说是巨大挑战 有分析指出 或许不是中共元老躺平抗议 而是习近平根本不给江泽民等人露脸的机会 毕竟被称为党内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 不是也没有江泽民的份吗 总之 北京正摩拳擦掌意图借七一炫耀权威 但外界却更多的将这视为一个欣赏中共内部权力动争的场合而已 我们的时光故事第32期已经播出了 这一期我们说的是中国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 可以甩北大清华好几条街 那么这所大学到底是哪一所呢 在时光故事这个频道里 我会定期为大家分享一些传奇的故事和历史学因事件 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订阅和分享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第二条新闻 日内马美俄峰会结束后 俄罗斯国内的反应正面积极 认为这样的结果不至于让俄罗斯陷入对中共当局的依赖 无疑将给莫斯科与北京未来打交道时增添更多筹码 美国之音的分析报道指出 刚刚落幕的日内瓦美俄峰会 没有发生几个月前 美中阿拉斯加会晤时相互批评攻击的场面 峰会结果符合预期设想 经常会晤迟到的普京 这次准时抵达峰会 也显示了普京对俄美关系的重视 普京在会后的新闻会上表示 会晤气氛没有敌意 会谈充满建设性 有很多评论都用成功一词来描述这次峰会 其中的证明就是 两国大使将很快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 两国还将开启军备控制领域的谈判 开始讨论解决双方外交领域的冲突 此前 克里姆林宫最担忧的是 如果俄美关系继续失控 俄罗斯在美中俄三角中的回旋空间会大幅缩小 对中共的依赖将进一步加深 报道援引俄罗斯大报公报的分析 如果俄美之间能保持这种合作趋势 避免关系继续激情恶化 这就能给俄罗斯在美中对抗中 争取到有限的自由空间 因为美中对抗由演变成为 本世纪冷战的风险 在力量中心之间周旋 能让俄罗斯避开与这些力量中心冲突 报道认为 俄罗斯应参照北京当年的经验 更不应成为中共的附优 因为中共的成功恰好要归功于 当年没有与苏联联手对抗西方集团 而是成为西方世界的伙伴 这给北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红利 俄罗斯战略学者西蒙诺夫认为 普京必须要掌握好分寸 那就是一方面与中共展开积极合作 另一方面又要避免依赖中共 背后的原因也很清楚 因为中共目前是国力不断上升的 俄罗斯主要邻国 台海是被外界预料最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区之一 近期多场国际峰会中也将台海和平视为重任 对此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提出了看法 认为中共近期武力犯台的可能性并不高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 17日在国会一个听证会上说 由于中共还需要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能力 北京当局不太可能会近期利用军事手段夺取台湾 米利上将指出 尽管台湾依然是中共的一个核心国家利益 但目前没有太多的意向或动机去采取军事手段 没有理由采取军事行动 他们也知道 所以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在中期和短期的未来可能很低 米利进一步解释说 我的判断是 中共还需要继续发展实际不开玩笑的能力 来采取军事行动 通过军事手段夺取整个台湾岛 如果他们希望这样做的话 不过就我的评估 中共要发展出能够掌控台湾的军事力量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中共军方近来屡透过军事行动扰台 15日甚至达28架次 创下台湾自去年9月17日逐日公布 共机确切动态以来 单日扰台规模最大的一次 也罕见的单日有20架次以上的战斗机 在我防空识别区内活动 种种迹象也引起美国会议员的忧心 中议院两党议员将在本周提出议案 寻求增加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员 最近联名敦促拜登总统制定新战略 应对中共的核武扩张 专家指出 北京当局不仅大量扩充核弹头 还迅速发展能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 和发射导弹的轰炸机 目标直指太平洋美军基地和美国大陆 北京的意图获以从其声称的 维持最低限度和威慑升级到核武竞争 美国之音报道 6月17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外交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的三位 首席共和党议员联名致信 呼吁拜登总统制定新战略 应对中共的高速核扩军 心中援引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 查尔斯 理查德海军上将最近的证词 中共核武储备在今后十年 预计至少会增加一倍 甚至两倍或三倍 到2030年 中共部署的核威慑力量规模 可能会达到约1000枚弹头 会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达到核军事 对于中共迅速发展和集结核武器 专家看法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种 第一种认为 中共即使在十年内将核弹头数量翻一番 人远不及美国 但这种观点直接指向一个明显的问题 即中共为什么需要进行 无意义的核武扩张 因此第二种观点 提出了中共核武现代化的战略意义 中共正在开发一种预警能力 允许固体燃料导弹 在发射井被摧毁之前向目标发射 也就是俗话说的 我死你也别想活 这种考量导向第三种解释 核军事竞赛 去年九月五角大楼的报告指出 北京一将核力量置于超越最低核威慑的道路上 中共很可能打算在本世纪中叶建立一支 与美国相当的或在某些情况下 优于美国的军队 报道援引专家分析 美国应该在推动中共在核能力 使命和投入方面保持透明的同时 加大在西太平洋的核威慑力量 保持强大的联盟和强大的合作伙伴 只有这样中共才不会想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 无论胜算几何 遏制大宗物资价格飙涨 严管加密货币甚至释放出 受国家储备金属以稳定市场 北京当局近期加大力度干预市场 除了应对中共建党100周年到来 展开维稳行动外 更揭露了中国经济成长的并兆 庞大债务已经严重危及了整个金融体系 彭博社17日的报道分析 中共正在采取越来越强有力的措施 以控制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 这些举措违背了习近平曾发好语 要让市场自由化的承诺 报道分析 国外宽松的货币环境让北京压力巨大 自今年1月以来 中共官员已多次警告资产泡沫 甚至在大宗商品飙升 开始引发通膨风险之前 中共就以鼓励股市降温 中共银保监会主席郭树青上周还警告 全球通膨可能不会像一些专家预测的那样 昙花一现 报道分析指出 中共经济面临的关键问题是 庞大的债务、金融体系风险和经济复苏的脆弱性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 5月份零售和工业产出增长都低于预期 这将强化中共对市场的干预 而当国家机器过度介入市场 将使中国迈向自由市场之路变得更加遥远 好了 以上是本期望违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